9月30日 以湘江和国庆中秋喜团圆为主题的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1周年大会 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洛惠宁 中央政府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署长郑彦雄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峰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蔡永忠等 担任主理嘉宾 与60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一起同贺国庆 共赢中秋佳节 董建华在致辞中谈到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完整的工业体系 加上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 是中国抵御风险的底气所在 也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动力来源 在疫情面前 中国体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他认为 港人应抓住机遇推动香港重新出发 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全世界都在往那边跑 我们自己 也是应该强快一步两步吧 为年轻人创造更旷幅的 广阔的发展的空间 林郑月娥说 香港与祖国一脉相连 国家的兴旺为香港带来无限生机 近年 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越港澳大湾区建设 均为香港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 他已强调 国家安全是每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 香港2019年经历了修例风波和暴力事件 对经济及社会发展造成打击 游行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及协助下 香港正逐步重回正轨 尤其是香港国安法的颁布 保障了香港绝大多数奉公属法市民的 生命安全、基本权利和自由 确保了一国两制的贯彻实施 和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罗惠宁表示 中秋与国庆聚首 不由让人深思起家与国的关系 回顾香港与祖国共同走过的非凡历程 愈发能深刻提悟道 家国同购 命运与共的道理 是国家的日益强大 使香港免于坠入 颜色革命的深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国安法 让香港结束了 港独猖狂 黑豹撕裂的动荡局面 迎来了游乱 转制的重大转折 面对日益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 香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伟大祖国的肩膀 比任何时候都应该强调对国家的责任担当 骆惠宁强调 在香港社会 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中 继续加强宪法和基本法教育 国家安全教育 国情教育 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 更有力地助劳爱国爱港的社会政治基础 增强国家认同感 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 香港才能在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 拔准前进方向 一曲同胜二重唱 午后的祖国为重溢着家国情怀的精彩演出 拉开序幕 全场嘉宾一起高歌歌唱祖国 为祖国华诞 送上最真挚的祝福